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谓的人设即是人物设定 今时今日无论是娱乐圈的艺人、YouTuber 还是正商界巨头 每个小和名气的工作人物 都通常会有自己的人物设定 但如果你扩纳了 一个与自己真实形象相差太远的人设 这样迟早都会被人从蛛丝马迹当中发现出来 从而令到你的人设崩塌 在资讯流通的速度与广度 前所未有的网络时代之中 人设的建立和摧毁的速度也是一样快的 而且人设有多值钱 人设崩塌后的损失就会有多大 简单来说 即是捧得越高 跌下来就会越惨 今日所讲述的案件 就是一个守不住自己人物设定 最终立世人退休的案例 案件中的男主角 就是2017年 杭州保姆重火案的当事人 他在妻儿葬身火开后的四年 一直建立自己心情好丈夫的人设 并且通过直播带货及慈善公益 达到名利相收 后来他宣布再分生女 无数关于他的黑材料随即被爆出 后来更加一石激起千层浪 网民质疑他消费亡妻脸财 营销心情的人切博取同情 并且直指他 老婆孩子在天堂 他在人间取义房 还有一亿在银行 因为保姆重火 失去妻儿的中年男人 从坚硬善良 令人心痛的工作人物 最后成为全网闹爆的渣男 他究竟做错了些什么 大家一起跟着五帅来了解一下 大家好 欢迎来到Z档案 我是宠安调查员五帅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案件就是 杭州保姆重火案 博情男扮心情脸财过益 案件中的男主角叫林申斌 1981年出生在福建的农村 案发当年36岁 林申斌从小没有什么读书的天分 因此中学还未读完 就已经绝学了 之后他打过几份散工 后来辰转到杭州做法营师 时间到了2005年 林申斌在工作的法囊里面 认识了一名顾客叫朱小正 后来他们两个人互生情愫 很快就确立了戀愛的关系 朱小正1983年出生在浙江 案发当年34岁 虽然她同样是农村家庭出生 但是朱小正的命运 就和林申斌不一样了 朱小正家里面有三兄妹 而她和二哥朱庆锋 早年开始在杭州做服装生意 而且他们两兄妹都很有做生意的头脑 亦都不怕吃虧 狠薄狠崖 他们从零售一路做到批发 经过几年的打拼之后 都可以算得上是小有名气的老板 一开始 朱小正的父母 对于她和林申斌这段感情 十分抗拒 因为林申斌家里没有钱 而且女女结婚之后 又要去到南方福建的老家生活 来家里又远 又没有家人的照顾 所以她的父母自然非常担心 但是朱小正对这段感情 就非常坚持了 在他们戀爱一年之后 朱小正和林申斌二人 终于都进入了婚姻的殿堂 而他们完全可以称得上是拿婚 因为他们甚至连婚纱照都没有拍到 由2005年至2011年 朱小正和林申斌三个小朋友陆续出生了 大仔林申一活潑好洞 儿女林俊雅乖口可爱 小仔林青铜聪明伶俐 一家午后的生活逐渐安定下来 在朱小正和二哥朱庆峰的帮助之下 林申斌也加入了服装生意的行列 而且生意愈做愈大 也赚到不少钱 一家人的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跃升 2012年 朱小正和林申斌向银行贷款 在位于杭州当地顶级的豪宅区蓝色前江 购买了一个3,800尺 位于18楼宁室的四房两丁豪华住宅单位 之后朱小正以老公和三个子女的名字 创立了同装品牌《童军一身》 由此可以看得出 家人在朱小正的心目中有多重要 后来随着生意上轨道 林申斌专心处理公司业务 而朱小正就将生活重心回归家庭 一家人的生活可以说是幸福美满 蒸蒸日常 林申斌为了减轻太太的负担 还特意去到家政公司密室保母 希望可以帮太太减轻家庭生活的负担 殊不知她这样做 最终竟然是引来入室 在2016年 一个叫莫婉征的女人出现了 而这个女人 也彻底改变了这家人的命运 而莫婉征就是今次案件当中的女主角 她在1983年出生于东莞 和女主人朱小正的年纪一样 莫婉征中学毕业之后 一直都没有固定的职业 而她在2006年结婚生子 和丈夫的关系都尚算不错 但是直到2011年 莫婉征开始沉迷赌博 之后越玩越大 因此欠落了大笔的赌债 因为经常债主临门 而她丈夫也不断帮她还债 最后她丈夫终于是顶不住了 向莫婉征提出离婚 而且在离婚之后 丈夫仍然帮她上还40万欠债 也算是对她仁治已尽 但是莫婉征依然是死性不改 甚至想用前夫的房产用来抵上欠债 而她丈夫对莫婉征已经彻底失望 她们离婚之后已经很少联络 也不愿意给自己的儿子和她见面 因为担心对方的行为会嫁为儿子 但即使如此 莫婉征也是戒不脱这个恶杂 她为了逃避债务 于是前往杭州打工 后来经过家政公司的介绍 莫婉征去到朱小禁和林申斌的家里做住家保姆 因为莫婉征懂得开车 朱小禁觉得她可以帮忙接送小朋友上学放学 所以对这个保姆十分满意 更愿意开出6000人民币的月薪聘请她 其实在之前 莫婉征已经多次试过 因为退出主人家的财物而被辞退 而来到朱小禁家后 她依然是不知悔改 而且莫婉征经常会问女主人朱小禁借钱 有时借几百元 有时借几千元 甚至家里面的名贵手标 珠宝通通都被她拿去变卖 而她都会买A货回来 寄图如目混珠 而抵押装物得回来的钱 有成18万人民币那么多 但是奇怪的是 当朱小禁发现对方偷窃之后 不单止冒辞退莫婉征 而且还问她 你其实是不是有什么困难才会这样做 但是莫婉征说大话 说她自己乡下要建屋 所以十分等钱花 而雇主朱小禁 听到她这样说 即刻疑惑不恕地把对方的工资 上调到7千元 更加一次过这11万给她 朱小禁对保姆莫婉征十分信任 对她也如同家人一般地对待 每个星期 朱小禁更会另外聘请中店工人 为家里进行大数据 希望可以减低保姆莫婉征的工作负担 但是这一切善良和仁慈的举动 最终换来的并不是指引淘宝 而是命丧黄泉 倒开无捱 莫婉征 很快就将在雇主那里所验到的钱 全部输掉 所以在走投无路之下 她决定重施故忌 时间到2017年6月21日晚十七点钟 这一日 临心不意去到广州攻降 于是莫婉征趁雇主朱小禁不为意 将一只名贵的男装手机偷走 到一间店铺变在3750元 当晚8点45分 莫婉征躲在保姆房里面 将正变好的手机偷回来的钱 全部转送过去网上赌博的币 然后不断赌博 但是最终结果很明显 就是他输到一干二净 他为了可以再一次开口问朱小禁借钱 莫婉征苦思冥赏 终于一个邪恶的计划 发现在他的脑海中 他打算先放火再救火 他这样做的目的 就是為了可以成為朱小禎一家的救命恩人 並且以這件事為理由,再次向對方借錢 凌晨4點55分 莫婉禎在客廳中將幾本書用火的點像 然後調到沙發上 為什麼她會選擇在這個時候中火呢? 原因就是 莫婉禎知道女主人平時的生活軌跡 知道她平時在5點就會起床 女主人會見到她成為救火英雄的場景 所以莫婉禎以為只是短短幾分鐘 她有足夠的時間可以控制火勢的蔓延 但是最終火勢蔓延的速度 出乎她的意料之外 現場一瞬間就已經變得一發不可收拾了 朱小禎好快就被現場的農煙焗醒 在5點04分之後的幾分鐘內 她立即打電話報警求助 之後朱小禎和三個小朋友 去到二女林津雅的房間裡躲避 又打電話給鄰居 和身在廣州公共的丈夫林申賓 不過她們的電話都沒有人接聽 直到早上7點左右 大火終於被消防員撲滅了 朱小禎和三個小朋友被救出 時間來到10點45分 雖然經過一系列的搶救 但是不幸的是 母子四人最終都是雲歸天國 2017年的6月22日 莫婉禎因為涉嫌中火罪 被杭州市公安局刑事拘留 而她在拘留期間 寫了一封道歉信 信中的內容是 她真的無心傷害朱小禎和三個小朋友的想法 所有發生的事都是賭博害了她的 最終不出眾人的所料 經過兩次審判之後 莫婉禎被判處死刑 並且在2018年的9月21日執行 莫婉禎中年35歲 這宗案件發生之後 引起了社會大眾的巨大反響 一時之間 關於保母為何沒有盡力救火 屋苑的火警管理系統 是不是有不足的地方 消防員破舊是不是力有不敵呢 唯一的倖存者臨申賓 只有要面對怎樣的人生呢 種種的疑問 成為了當時公眾討論的熱門話題 而兇手莫婉禎被迅速判刑之後 這件事件持續發酵 亦有各種猜測和留言被爆出 案件當中疑點重重 今日吳Sir就跟大家了解一下其中的部分疑點 首先莫婉禎在法庭上聲稱 他縱火的動機 是為了在發生火警之後再滅火 從而博取僱主朱小禎的好感 接著向對方借錢 但是莫婉禎臨時起義 就想到以救火英雄的方式去借錢 是十分難以理解的 大家試想想 正常人如果家中被人縱火 就算之後是縱火者去滅火的 亦都不會是借錢給對方的合理理由 而且他一早為這個計劃而有所準備的話 理應事前會準備好水桶或者滅火器 但是莫婉禎並沒有這樣做 當朱小禎發現火警的時候 作為家裡的女主人 竟然沒有即時滅火或者逃生 而是帶著所有家人 躲在家中最不便的房間之中 最後更加被鎖在房間裡面 這件這麼不可思的事情 令人不敢懷疑家裡之中 是不是還有其他人在場 而說回莫婉禎 根據他的口供說 他當時只是想縱火 而並沒有想到 最終會讓女主人一家 因為這件事而離世 但是他的行為 就跟自己口述的情況完全相反了 因為以現場的情況看來 莫婉禎眼見火勢 已經一發不可收拾了 他不僅沒有叫朱小禎 和三個小朋友一起逃離現場 而是去到其他樓層通知鄰居疏散 然後他自行跑到地上 而當中這一點 完全跟他想要救火邀功的說法自相矛盾 所以莫婉禎中火的真實動機相當可疑 但很可惜 現在已經死無對證了 另外莫婉禎一直以來 品德粗恨也有問題 而在他做保姆期間 一直都有因為盜竊而被其他僱主解僱 那到底有什麼原因 朱小禎一家人 竟然會高薪聘請一個住在自己家中的保姆 而又不向對方做背影調查的呢? 莫婉禎來到僱主朱小禎家工作之後 一直都有向僱主借錢 而且又因為難道偷竊被發現 一個這樣的人 如果不是朱小禎又不見得光的痛腳被他抓住 這樣就很難解釋當中的行為了 另外有傳言說 莫婉禎其實跟男主人林申斌組織暗身情訴 而且林申斌一直都有資助莫婉禎的兒子在外國讀書 如果這件事是真的話 相信他們當中朴熟迷來的關係 遠比大家想像之中更加複雜 第三 在起火到消防人員到場滅火 朱小禎以及三個小朋友被救出的三個小時之間 發生了一系列的詭異事件 當時大家到達火災現場的 是屋苑的一名保安 根據CCTV可以見到 5點09分 18樓的龍煙已經把保安逼到沒辦法靠近了 接著他和另一名的保安 去到16樓用消防喉接水灌救 但是為什麼他們要去到16樓呢 而保安員給出的理由就是 因為當時龍煙已經漫延到17樓 我們一開始就說過 朱小禎家是一個相當高檔的住宅 按道理 應該會有煙霧警暴器 以及自導滅火系統才對的 但是從安法的時間線看來 從4點55分開始 短短幾分鐘 這麼高檔豪華的住宅 會因為起火而產生這麼大量的濃煙 是十分值得懷疑的 5點16分 消防員分辨到火災現場開始救火 但是當時並沒有任何消防人員去救人 根據資料顯示 是因為當時有一個神秘的電話 聲稱單位裡的人已經全部被救出 所以最終消防人員 按照單位當中沒有受害人員的程序來救火 最終令到被困人士失救 而事後 這個致電報警的人身份仍然是一個謎 他為什麼要討稱單位裡的人已經獲救呢? 而他這樣做的目的又是什麼呢? 而且關於朱小禎有沒有機會自救的說法 在網絡上眾說紛紜 透過單位的匯形圖我們可以看到 每一個房間裡 其實都是洗手間的 即是房間裡有水 如果有水的話 是可以延患被困人士吸入過濃煙的可能 但從事後的發現結果顯示 第二 朱小禎又吸入過濃煙的情況 整件事也十分值得懷疑 另外 在消防員進行滅火期間 竟然出現了水壓不足的情況 所以足足拖延了45分鐘才可以繼續滅火 消防設備 為什麼偏偏在這個時候突然失靈呢? 這個情況也算是相當巧合 令人不禁懷疑 到底是屋苑管理不力 還是有人故意這樣做的呢? 以上的疑點最終都是沒有官方資料的證實 而警方、法庭都因為輿論壓力過大 也早早結案、判刑 連行空者都以極快速度執行死刑 案發後第二天 林申斌立即趕回家 他坐在樓下失聲痛哭的一張相片 令他一夜之間爆紅 獲得全國人民的同情 接著 林申斌心情的人物截定 就開始走入網民的眼中了 當日 林申斌火速地開通了一個微博帳戶 而這個帳戶的名稱叫做 老婆孩子在天堂 他將微博作為自己情緒的宣洩之地 經常法文悼念應離世的妻兒 2018年的5月29日 林申斌將包括物業本理公司的9家公司告上法庭 網傳說 他向這幾家公司索取賠償金達到1.2億 而在輿論的壓力影響之下 這件事件不斷發酵 據聞這些賠償金很快就已經賠到林申斌手上 但是他說人死不能復生 再多的賠償金都賠不回妻兒離世的痛苦 林申斌多次在公眾面前撲到暈了 又多次提及要出家 甚至在媒體面前說 今生今世都不會再娶妻生子 而有一次他去寺廟祈福的時候 竟然從山崖之中墮下 最終導致身體多處骨折 需要入院治療三個月 出院之後 林申斌更加將朱小禎以及三個子女的外貌神態 紋在自己的背部 之後他振作起來 開始積極地參加公益活動 更加成立了一個叫同樽一生的公益基金 由朱小禎成立的同名同樽品牌將會繼續營運 而當中所獲得的收益 會有百分之十用於公益慈善 在疫情爆發的初期 他都捐贈了五千個口罩 至於之前獲得的賠償 林申斌又表示 將會用於投入公益的服務 幫助受災的人 林申斌的文字線程 極具感染力 每次他鋪出最新的動態貼文 網上都會即時引發軒然大波 網民紛紛都對他的遭遇深感同情 覺得他是一個好丈夫、好爸爸 絕對是一個深情的完美男人 後來他開始直播帶貨 很多網民唯一支持他 都紛紛課金打賞 又或者在他的直播間裡買了很多衣服 以實際的行動支持林申斌 希望他可以快點走出陰霾 他的粉絲數目很快就積累到接近八百萬 而只是直播帶貨 就足以令他賺到盆滿盆滿 林申斌從受害者成功變成了一個網紅 但是所有人都想不到 其實他就已經以光束派出陰霾了 2021年6月30日 他一直到念妻兒和公益慈善活動的微博帳號 出現了一條截然不同的貼文 林申斌公布 自己組織了新的家庭 他現任的妻子是他16歲的嬌妻小樂 並且自己的女兒在兩個月前已經出生了 而在鋪出鐵文剛剛開始的時候 網民都紛紛為他送信祝福 但是很快大家就發現 事情並不是那麼簡單 但是根據資料顯示 林申斌和新任妻子小樂 早在2017年4月就相識了 他們在2019年確認關係 2020年有了BB 然後低調地結婚 而保姆縱火事件發生在2017年的6月 之後的接近4年期間 林申斌都不斷面懷亡妻和3名子女 甚至公布組建新家庭的消息前2個月 他還發布了相當深情的貼文 當中說到 等亡完這一生之後 我就會來探望你們了 從此之後 網絡上歸於林申斌的傳言鋪天蓋地 他從高峰跌到谷底 好爸爸、好老公的形象徹底幻滅 有網民爆些證實 林申斌所說剛剛出生的女兒 已經是跟現任妻子的第二胎 而這個網民的意思是暗指 林申斌在朱小禎生前的時候 他就已經出軌了 網民更加說他 日頭哭墳 夜晚做人 明明有了新的戀情 還要大挪大鼓地 營造自己完美男人的口碑 利用網民的同情來為自己收獲財富 而曾經有多麼仰慕支持林申斌的網民 如今就對他有多麼失望 有人說林申斌 一直以來都是為了網絡流量而引起輿論 為了錢而不斷消費亡妻 更有示范屋苑的業主爆料說 當時林申斌在屋苑擺設靈堂紀念妻兒 看起來整個過程就像傳銷手法一樣 而且林申斌還將妻兒在太平間冰櫃的遺照 發到去業主群組 目的就是為了博取同情 根據林申斌的外府外母透露 他們夫妻的名下 豪華紡織就已經有四部 但是朱小禎的銀行戶口總額 就只有八萬元人民幣 而外府外母要從銀行拿錢 都要經過林申斌的簽名 按照法律規定 朱小禎過世之後 遺產已經有他父母的一份 就算要林申斌繼續照顧外府外母的一切生活所需 在道義上來說也是應該的 而且他在短短幾年間已經名利相收 這件事對他來說並不是什麼難事 但是林申斌並沒有這樣做 甚至令年事已高的外府外母 要請律師跟他對保公堂 面對質疑,林申斌選擇徹底和前半新港再見 他帶著二任的妻子和女女移民澳洲 停止了直播大貨 更將原本擁有的12間企業陸續註銷 甚至連朱小禎的心血同瓶一身都註銷了 最近林申斌更將發生火災的單位 以2360萬的價格抛售 又在微博宣布自己將會退出公眾視野 但是沒過多久 沉食了一段時間的林申斌 又成功註冊了新的商標林申斌衣母間 一眾網民因此才發現 之前為了脫出公眾視野 過上平靜生活的林申斌 竟然一直都在延續自己的生意版圖 甚至想鹹魚翻山 於是渣男的謾罵再次衝上網絡而守 事情講到這裡已經有一段落 關於林申斌個人以及當年的縱火案 真真假假留言有很多 或者真相只有林申斌他自己才知道 回顧整件事件 最慘的人其實就是離世的朱小禎 成功女婦相拿給窮小子 又只做丈夫奮鬥白手興家 更為對方彈下三個小朋友 結果因為邪惡的保母 最終令自己和三個小朋友都雲歸天國 而自己心悟的丈夫可能一直都在背負自己 也都猛然不知 其實林申斌 完完全全可以平靜地 和現任的妻子拿著巨額賠償金 過著平淡幸福的生活 但是他偏偏就要賣慘賣到底 以為大家都會祝福他 誰知一眾的網民偏偏不賣賬 畢竟一切的偽裝 最終都會有被揭開真相的一日 如果他做不到 一輩子都對朱小禎堅貞的話 其實不需要大費周章 去營造自己心情的人切 說到底 林申斌也是想要賺到更多的錢 伍Sir認為 物極必反 過度的心情往往是寧有所逃 好到極致的愛情 往往是最危險的 另外 林申斌開稱得上是 將升官發達死老婆這句話 發揮到淋漓盡致 當中自食出來的 其實是他自私自利 借女人上昏的不知廉恥 如今他落入渣男之名 相信大家都會被換醒 其實 石老婆才會發達 大家對這案件有什麼想表達 或是想評論的 歡迎在留言區內 告訴伍Sir 如果你喜歡這個頻道 請你給個like我 和記得訂閱 義塞檔案伍Sir的頻道 伍Sir也新增了烏人的制度 希望可以製作更多優質的影片 以及烏人優先看 以及專項的片段 希望大家熱烈支持 若然伍Sir最初的案件 可以引起你的共鳴 請你動一下你的手指 用Superfans支持一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